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汤贤祖与沙翁对话 惊艳四座 传统昆曲是扮演 装扮演的别人 传统昆曲里面基本上是讲人物的故事情感 那沙翁昆曲主要是讲自己类型的一些思考 他尝试开直播 发抖音 做快闪 希望在泛娱乐时代找到传统文化的突围之路 我并不是站得高高的藐视你 而是我没有蹲下来 把你抱起来 把你抱起来以后跟我一起走 七月的南京 蒙蒙细雨悄然而至 这天上午 昆曲名家科军茂宇来到剧院 指导青年演员彩排 他亲自上手 为弟子调整头饰 佩戴攘口 还不时地示范动作 这位舞台经验丰富的老将 此时却显得有些紧张 我紧张 因为这个学生来自不易 十年前我要收他为徒的时候 他说他要让他考虑考虑 我也不可能要求他来吃 常人不能吃的苦 对吧 我也不能让他去遭一些很清贫的罪 最后他近几年来就开始 又开始回归 开始学 学得很认真 所以说今天在下面看 我就是感受不同吧 就是视而复得 文武老生既有嗓子 又有伴相 既要功夫了得 又得塑造人物 主公文武老生三十余载的科军 自知其中干苦 所以格外稀才 英雄陌路的林冲 大义凛然的顾言舞 兼真不屈的史可法 舞台上 科军扮相英俊勇武 身段分寸得宜 唱腔荡气回肠 天下心王 屁肤 天下心王 屁肤 天下心王 屁肤 天下心王 出生于昆曲之乡江苏昆山的柯军 13岁就走进了细校的大门 搬腰搬腿然后撕胯 然后反复的这样的一种训练 那应该说是比监狱还苦 不懂什么是昆曲 也不知道什么是文化 就知道练功就第一个 第二个呢听老师的话 第三个呢不给父母丢脸 第四个呢自己要争气就这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 阳春白雪的昆曲一度低迷 柯军进入江苏省昆剧院 当时的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 为了养家糊口 他不得不在公园摆摊课章 有一次团里几十号人去农村演出 只有三个观众 一个睡觉 一个闲逛 一个嗑瓜子 他感到嗑瓜子的人 把昆曲人的心都磕碎了 而彼时影视业正兴 有人劝柯军放弃昆曲 去出演影视剧 短暂躊躇后 他做出了决定 当时有一个拍太平天国 拍一期电视剧 那个是要给我六千块钱 八十年代末期 也非常大的诱惑 但是我当时就感觉到 好像昆曲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昆曲 当时我就选择没有去拍电视 那些小的故事 对于我来讲都熬下来了 所以说后来就感觉到昆曲的日子 也越来越好过了 特别是我们国家把昆曲 报到联合国 飞舞中华遗产 对于这个以后 昆曲全社会就对他非常的关注 庆祝一个很大的热情 来包容他 来爱惜他 当然我们自己昆曲的人 自己也很有意思 天气月安 碎花南京 去往两山走 走 2004年江苏省昆剧院改制 柯军担任中国首家企业型昆剧院院长 带领当时处于入不敷出的昆剧院 走出经营困境 成为当代黎原家话 近年来他又尝试短视频 直播快闪等形式 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 疫情期间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举行了春风入戏昆曲线上演唱会 人气最高时 有十万余观众在线观看 每一场演出都像全球直播的 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说有很多大量的粉丝 还是喜欢昆曲 这些古代的人物放在今天 它同样是有观想性的 就是杜丽娘 你说她为爱一个人 可以生可以死 所以说看昆曲里面 他都能够从古代的里面 能够找到自我的一些观照 从舞台到网络 从演员到剧院带头人 柯军的角色在不断地切换 然而不变的是她对昆曲的 一往情深 除了试水多种多样的传播途径 柯军还借传统的元素 做成实验戏剧 探寻原著与表演之间 角色与演员之间 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粉末登场 改为卸妆唱戏 甚至许多剧目中 舞台上指点蜡烛照明 没有音乐伴奏 只有演员清唱 这种简约 开放 突破的艺术实践 被柯军称之为肃昆 素昆其实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和先锋精神的一个宠构 传统昆曲是扮演 装扮是演的别人 先锋昆曲演的多自己 传统昆曲里面 基本上是讲这个 人物的那些故事情感 那先锋昆曲主要是 讲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思考 借由传统昆曲的元素 创作出别样的实验戏剧 在柯军看来 传统与先锋并不矛盾 昆曲的继承与发扬 既要是考古队 也要是探险队 坚守的同时 也要有新的作为 就是一个考古队 和一个探险队 就是两个团队 它是相反的方向 背道而至 地球是圆的 到最后 它要殊途同归的 我并不是站得高高地 藐视你 而是我们要蹲下来 把你抱起来 把你抱起来以后 跟我一起走 传统昆曲 对于我来讲起来 其实是先锋昆曲的一个根 但是我希望它这个根 能够开出新的叶子来 唐贤作为沙子比较相会的 做了寒丹梦 在英国伦敦上演的 两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我演的是原汁原味的坤曲 他们演的是原汁原味的沙举 在表现形式上面是很传统的 但是在两个对话的时候 是很先锋的 而且这个我演的时候 是用蜡烛演的 没有灯光的 所以说因为四百年前 是没有电的 能够用最传统 然后去创造最先锋 同时用最先锋 来回归最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